我是要去三口大學 那去的話其實算是 因為如果多學一個語言的話 其實對以後我未來的那個工作也會有點幫助 比如說如果假如我選擇電腦會出 那可能有些工作可以Case 我可以去日本出財這樣子 那去的話也算是 因為如果我是覺得學習語言是要一種環境啊 如果你只有單純補習的話 我就是不太知道要怎麼跟人家溝通 所以去到那邊才真正知道要怎麼跟人家溝通 像我現在學了 但是跟人際上的話就是 沒辦法像現在這樣子時間對話 如流這樣子啊 康宇廷同學他本身是著重在醫療器材設計 跟3D列印的部分 那他對於日本的一些 醫學方面的教學是非常有興趣 所以說這次藉由我們大學大學跟三口大學的一些 雙聯的學制的簽約的機會 讓康同學有這次的機會可以到三口大學去進修 學習他更多的醫學方面的知識 還有醫療器材的一些研發的技能 希望他這次到三口大學一年的期間的學習 可以學習到很多 然後滿載而歸 好